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下踏实了 可是我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高宁 你赢了 既然你们那么想让我堕入心魔 我就堕给你们看 不过这一次堕入哪一遇 我说了算你啊 向后撤 与陆景保持安全距离 撤什么 我趁现在动手 剑仰发挂的机会有可能找 陆景已经用尽全身之气 他用全身紧慎的自控力引导情绪 勉强使出逆声三重 放弃固守足绝阴甘精 把自己推向极致的愤怒跟憎恨 逆声三重极具毁灭性 绝不能消失 这是他最后的反击了 是 冬宝宝呢 好像被奇怪的声音吸引走了 全身攻上楼虎山了 我将老天使把情况告诉他 徐三先生 想必你已经看到楼上的精光了吧 你这种程度的精光 只能是师爷在里面行攻的结果 现在外面这么乱 以师爷的学位 他一定知道 天师度什么时候都可以再出来 现在这个勤王老天使不出来的话 楼虎山就守不住了 既然贪导人家依然无动于衷 就说明老人家现在所做之事事关重大 我们是不会让你进去打扰的 抱歉 徐三先生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 我现在代表脑虎警告你们 让我进去 不然所有的后果由你们提示承担 成功吗 师爷 没有 已经是第三次了 整个船都 我这边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问题错在你身上 初兰 我之前提醒你了 若被受者 心腿犹豫和抵住的话 是无法成功接受天师度的 难道你心里拒绝成为天师吗 若你担心成为天师之后的 世俗生活的话 大可不必 天师府的门人并没有许多麻烦 烟酒 温馨也都可以碰 只要心存正道 那些劳尸子清规戒律 在咱们正义一脉下里都不必讲究 天师府的具体事物 你要懒得去管 就交给灵狱和其他师叔就行了 重要的是 一旦你顶上天师这个头衔 全性的人就休想要动你 师爷 如果您想让我心甘情愿接受天师度 您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又是问假神之乱的事吗 跟假神之乱无关 那是什么问题啊 师爷 如果您把天师度给我了 您会怎么样 师爷 这天师度 我不要了 你说什么呢 你这话都不会看不出吧 这次演武大会 是师爷我给你摆的 多谢师爷 这天师度我真的不要了 这次演武大会